2024龙年到来 新北动宝处也特别在板桥毛宝贝生命教育园区 举办了两栖爬虫新春特展 现场有四座两栖爬虫的生态缸 可以看到可爱的手工 鹿龟 海龟 还有松石溪 也让民众了解饲养生态以及照护的相关知识 展期到4月30号为止 2024龙年到来 动宝处以同样具多栖特性的两栖爬虫类 作为今年的活动主题 举办新春特展 明年是农年 所以我们特别办了两栖爬虫类的新春特展 主要的目的是 其实我们发现现在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凑 大家对虫物都有特别的喜好 尤其明年是农年 所以对两栖动物的部分 可能大家是非常喜爱的 主要是让有兴趣的市民们朋友们 他们可以有地方去参考一些重要的基础饲养的方式 然后也同时宣导我们要中养不弃养 除了特展之外 接下来也会邀请北中南的专家 举办一系列的相关课程 那我们邀请了北中南 所有在这个非犬猫的专科医院的院长 或者是兽医师来跟我们上所有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都会公布在我们动宝处的官网 而且我们也会办我们爬虫动物的疫症 这个都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一起跟我们成长 其实百分之就是七八十的问题 都还是从饲养管理开始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 把每一个项目 每一种不同的爬虫类 因为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把每一个种类分开来去做个别的介绍 这样可能对于每一个不同族群的饲养者 也会有比较明确的想法说 我应该怎么去布置我的环境 或者是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知道说我的动物生病了 去要去就诊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课程里面 其实延续的时间非常长 到快接近年底的时间到十月多 其实每个月几乎每个月都有课程可以了解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 或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课程内容 会以一个最基本入门行手饰养的这些观念 来做一个导入跟介绍的动作 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很艰深 很难理解 或者是说很难去做介入 或是入门的动作这样子 我所要就是介绍的就是课程主题 主要是就是我在门诊当中 有常遇到的一些比较常见的疾病 对那会主要会介绍这个主题是因为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在饰养这个爬虫类的时候 或者说两栖爬虫 那他们可能要注意哪些疾病 然后要怎么去预防 那要做什么样的一些饰养管理的调整 或者说要怎样的去做饰养 才会可以不会发生这些疾病的问题 这样子所以我的介绍的部分来讲 是以疾病为出发点 让大家去了解这样子 动宝处也呼吁民众在饰养前 希望都能先做了解 熟知两栖类的日常照护 以及注意事项 做好万全准备 而中养不弃养 记者沈志友林家臻 新北采访报道